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废待兴 经过70年艰苦奋斗 中国人民 砥砺奋进 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锦绣画卷 70年前 百姓生活艰苦 一件衣服 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如今天天穿新衣 机器感时髦 穿着更是人们彰显个性的一种方式 民以食为天 1949年 中国刚刚结束战乱 物质匮乏 粮食短绝 那时百姓日常饮食 多为杂粮粗面 如今 饮食品类丰富多样 绿色健康和营养均衡 成为国民新的饮食追求 温饱问题的解决 离不开亿万农民的辛勤劳作 70年前 农业生产力低下 经过70年的农业机械化发展 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高科技的应用 助力粮食产量不断提升 由1952年的每亩88公斤 提高到2018年的每亩375公斤 70年沧海桑田 人民群众对于住的变化 更是感受颇深 曾几何时 许多人还住在土墙瓦面的土坯房里 70年间 旧城改造新城崛起 住房不仅成为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 更成为承载希望的港湾 70年来 交通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 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 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 没有一条高速公路 百姓出门 基本靠腿 如今 飞机翱翔蔚蓝天空 高铁纵横神舟大地 巨轮翱游五湖四海 人们随时可以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以前 拍发电报 西字如今 邮政送信翻山越岭 一纸书信 见证直短情长的感动 70年间 通讯技术突飞猛进 通信方式日新月异 短信 视频通话 社交软件 推陈出新 70年 变得是沟通方式 不变的却是人与人之间 真挚的情感 通讯技术突飞猛进 传媒方式也紧跟变革 曾经 村口电线杆上的广播大喇叭 是大部分人重要的信息来源 后来 随着电视 电脑信息载体的普及 图片 音乐 视频 VR等丰富的传媒形式 进入大众视野 5G技术的应用 将催生一批新的媒介形态 给信息传播提供更多可能 曾几何时 嫦娥奔月的传说 只存在奶奶给孙子讲的故事里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中国航天也走过63年 东方红响彻太空 神舟载人飞天 航空航天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 悟空 嫦娥 玉兔 这些陈化里耳熟能详的形象 化身火箭或探测器 带着中国人民的飞天梦 探索太空 一个强大的国家 必然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做后盾 70年前 解放军靠着小米加步枪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强敌 70年后 新中国军队陆海空一体化的攻防体系 创造一个又一个传奇 新中国风华正茂 朝气蓬勃 中华儿女在今后的新征程上 必将创造出更大奇迹 祝福伟大的新中国 生日快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